时装品质越高 其特效和颜值往往更为出类拔萃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更为喜欢金皮的缘故 但游戏里往往出现一些另类 它们的紫皮反而比金皮更好看 第一款守木人的日落黄沙 守木人安德鲁 其限定金为日落黄沙 该皮肤在外形设计上充斥着奢华的金元素 然而细节不够是硬伤 紫皮奶酪毫无疑问秒沙限定金日落黄沙 还有像壁画修复员和列车长的紫皮 可以完美替代日落黄沙 总之这款限定金比较水 第二款破轮的三面神 破轮威尔三兄弟 其限定金三面神 时装在造型上的设计说实话很不讨人喜欢 有一种阴森 潮暗 荒迹又泯密的荒诞感 总之跟人类审美完全背道而驰 反观破轮的球球和当下所爆料的胡桃夹子 无论是造型还是设计上都很好看 第三款佣兵的红衣人 佣兵内部 其限定金红衣人 造型方面红衣人的整体设计其实很重规重矩 并没有太过惊艳的表现 全部的设计细节都给了发型 这就显得该时装很空洞 虚有其表 而在佣兵的紫皮方面 潮和博之都比红衣人更为华丽和帅气 第四款武女的训兽师 武女玛格丽莎 限定金训兽师 训兽师的外形设计还是较为吸金的 浓壮华丽的金色元素布满全身 奢华厚重 这款皮肤本来可以成功封神 可惜武女的紫皮实在是太多了 并且每一款紫皮还设计的堪比金皮 光是精华紫香薰针拿就成功地超越了训兽师 更何况还有深渊皮鹅之花这样的完美紫皮 至于那些联动更不用说了 总之每一款都不输训兽师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有哪些金皮质量还不如紫皮的呢